在为您的孩子进行注册时,学校会要求提供您和孩子的个人信息,诚实回答非常重要,此信息将被保密。 大多数学生,学校在注册时需要以下文件。 出生证明元件,具注证明一份可以显示孩子地址和的打印文件。 孩子之前所就读学校的记录申请,体检和疫苗接种证明。 如果您孩子需获得餐费免检或免费早餐和无餐,您将需要提供有关家庭收入的信息。 家长在俄亥俄州学校注册时填写语言调查,可能需要进行测试,以确定您的孩子是否需要语言支持。 请回答您孩子的出生、国家和先前教育的相关问题,从而让学校了解您的孩子进入学校时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。 通过调查问题,可确保您的孩子获得出色完成学业所需要的教育服务。 该信息不用于识别移民身份。 除了注册时所需要的一般信息外,家长可能还需要添加以下信息。 您首选的沟通语言和沟通方式是什么? 将免费提供口译员和或翻译文件。 您有权以您能理解的语言获得有关您孩子的教育的信息。 您孩子所具备的优势或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? 您的孩子目前正在努力实现哪些学术和社交目标? 您的孩子是否有任何需要特别注意的病症? 您的孩子在上学期间是否需要便利设施? 您的孩子是否在服用任何药物? 您的孩子是否对什么有过敏? 您的孩子是否经历过任何伤害或者创伤? 如果您的孩子从事兼职工作, 请在安排课程之前告知辅导员, 让您的孩子跟上他学校的家庭作业是很重要的。 您的孩子毕业后的计划将决定他应在高中时期所学的课程。 如果您的孩子需要有关不同可选职业机会方面的指导, 可以与学校辅导员进行交谈。 注册期间分享的所有机密信息仅供学校使用。